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的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文化 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请看下面的评论 当新冠病毒席卷世界之际 任何地区及居民无一幸免 从我们电视镜头上可以看到 巴黎铁塔旁已经空无行人 时代广场除了耀眼的霓虹灯 只有见到一些游民在徘徊 迈阿密海滩上的白沙 也只能看到空中飞翔的海鸥 世界各大城市的医疗机构及长廊上 许多等待救命的病患 在平静的社区弄堂 亲朋好友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历史尽头啊 我们绝难想象 当人类文明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仍然无法战胜病毒而变为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川普总统已经宣称 美国要停止每年对世界卫生组织 近5亿美元的资助 他指责世卫组织无法为这次疫情提供完整公正的资讯 而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遭受惨重的灾情 川普再次提到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不公平 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予以指责 但是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却认为 美国切断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 是件十分危险的举措 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超级强国 我们掌握的世界军事及经济力量 从任何的角度来看 我们对世界的和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绝不可以轻言退出 何况全球还有绝大多数的人民等待我们的元首 我们呼吁白宫国家领导人要三思 尤其是当全地球人类惨遭浩劫之时 美国还在乎五亿美元的会费吗 我们能够独善其身吗 感谢观看